欢迎来到路德时评之东北亚局势节目 那今天呢是由我跟这个林女士在美东时间10月7号给大家带来的 那今天的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东北亚东南亚这边局势啊 现在又出了出了一点新情况 那这个呢主要是这个来自于韩国啊 当然了实际上虽然说我们大家一定是新系以色列啊 但是呢这个世界所有的局势呢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一盘棋对吗 那就是说只要这个只要有中俄一朝这个邪恶逐性存在 它是四处点火的但是呢既然有四处点火 但是呢这也就会有四处的反抗 那比如说以韩国为例对吧 他首先呢先说这个拒绝中共国入侵 南韩烈士母校将设孔子学院但遭强烈反对喊停对吧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中共呢它由于是这个无孔不入的 所以说呢总有那么几个学校被忽悠去办这个孔子学院 但是呢这个肯定是会遭到这个反对 那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他这个搞的一个学校呢 叫这个宫州市永明高中 是日治时期这个韩国圣体贞德柳宽顺烈士的这个 或者独立运动赵嘉宾等人的母校 但是呢这个事情但是呢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是什么 就中共国啊他这个想在这个地方的设立这个女子学院 引发这个学生家长和相关强烈团体反反弹对吧 中国中共国文化入侵目前也喊 喊无限期校庭最终有可能会取消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我将更相信是这个很多这个高中啊 和当地官员是被渗透了 因为实际上啊我们要知道韩国原先 它是用过汉字的和朝鲜这个地方 但是后来为什么不用 其实当时朝鲜建国那帮圣贤 韩国的那帮圣贤就已经知道了 你只要中共你只要这个你用汉字 中共中国未来一定会出个政权 说啊你这个地方就是我这一部分 对吧你看那个202010年的会儿 网上热潮的什么什么就是这个节日 对吧韩国人抄袭了 什么韩国人不要脸 我那会儿当我天天按三餐骂对吧 当时不就那一会儿吗 然后那为什么当时其实我后来 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呢 其实韩国人并没有像这个中国国人说的那样子 其实还是中共国自己在有啊 有事没事的挑事 那好那实际但是呢 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他在这里面啊说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消息里面说啊 说这个洪子玄被认为是中共国当局宣传文化的各地世界机构 除了用来宣传中共体制思想之外 还负责培养亲中人士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整个你这个新闻 这个亮点就在这里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他虽然表面上是说 我这个报道啊是是从我这个报纸来 但这个报纸他不可能是乱写的 他也肯定是经过一系列调研对吧 然后发现哎 我这个当地就发现就是中 这个有这个情况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抵制 那对于这个事情那个对于中共国的这个邪啊 都已经被这个韩国的这个高中路已经看出了 这个林女士你有所分享 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彻底看见了这个中共国的嘴脸了 对我觉得这个趋势就是像一个风潮这样子 就是自由世界就是美国或者是北约或者是自由联盟的国度 其实也在反制中俄对于这种信息战的这个破坏 就是之前舆论啊 认知战这个中俄他们都很早就一直在隐蔽的布局 所以像孔子学院这么样鲜明的这种一个点 那这个都已经被认定是中共的这个间谍的一个据点 然后你看像美国他已经都从原来的118间的空子学院都减到 现在不到时间 所以整个自由世界还是会以美国作为一个领头 养当美国他的活动 他所做出来的就是对中俄的这种对抗跟对中俄 他们的势力的这种削减 那就可以看到其他自由国度 像我们之前英国他不是也他的动作是比较缓慢 但是他也减少了对孔子学院的资助不是吗 所以回顾就是到2024年以来 那就是有很多像包括加拿大他也终止了跟孔子学院的合作 马多伦多交易局 那还有澳大利亚也是关闭了非常多的孔子学院 那包括是悉尼大学还有乌龙岗大学的这些大学里面的孔子学院 那也是因为担心孔子学院他其实不仅仅是一个间谍的这种据点活动 他也是透过在渗透你大学里面去影响到整个学校的这种学术自由 那所以我们应该都还有看到就是还记着 就是他都会在大学校里面只要有不同于中共的声音 或者是对于中共的政体或者是中共媒体所发出来的讯息 是持反对意见的 这些红美对不起就是小粉红就会去出征别人 那这种真的是已经是多得不胜美举了 所以像瑞典他也是在2015年他就关闭了孔子学院 那他是第一个关闭孔子学院的欧洲国家 那2020年他也关闭了斯德哥尔摩的孔子学院 那丹麦芬兰他也都是陆续关闭了 那这些其实都是希望避免遭受到中共的政治压力 还有他们也是希望他们的学术方面可以更独立自主 不要受到政治的干预 所以为了这些原因 也为了一个国家安全 我觉得这个都是让全球对于中共 另一个更了解的这种步骤 他就是大家所会去做的这种行动 就是一点看法 谢谢 好 那我们看到 那既然是这个 这个韩国不仅是 出现了这个抵制孔子学浪潮 那他跟这个菲律宾呢 哎 既然也有合作 其实我们记不记啊 就之前我们这个在关注南海局势 经常说这个菲律宾啊 跟日本啊 跟美国啊 会合作对吧 哎 你看他又跟韩国合作了 如果说我们过去说这个菲律宾局势啊 只有菲律宾自己呢 那可能大家还会觉得啊 就我们自己在这 瞎起劲 对吧 你看这菲律宾也就最多就是跟中国我闹了 但是菲律宾真的起到了很关键作用 对吧 那我们当时就说 这个菲律宾会抢了 他果然他跟韩国要合作 为什么要跟韩国合作 其实简单来说 现在呢 就是一场世界性的大战 对吧 那你中俄一朝可以结盟 这不表示韩国不能跟菲律宾结盟 对吧 那他为什么要结盟 你看他这边就说了 两位领导人同意基于这国际规则的秩序 包括南中国 中国海航海安全问题 但他表面上这么说 其实说白就是 就是说白就一个字 对吧 他表面上说的好听 但其实心里就那么一句话 就我们要共同合伙起来 干中共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好 那当然了 说起这个事情呢 中共国人也很动 我们说去题外话 当然这个新闻呢 就不放了 因为呢 那个新闻呢 有点野鸡对吧 就是都是抖音的上 有点野鸡的新闻 那如果我们一放呢 到时候中共那么五毛要数了 你看你们在这侵犯人家版权 又放这种阴谋论的东西 大家就说什么呢 就是说菲律宾啊 那不是之前出了 爱丽丝国女间谍吗 估计他们已经料到 这个事情不妙了 你知道吧 所以说呢 哎 他们就放下这个抹黑 爱丽丝锅对吧 你说对于一个 一个小女孩子人家 对吧 你说你光 你光说他怎么不看就算了 还非说什么 人家在什么 什么菲律宾对吧 又开设卖银场所 又说给自己开设后宫 我心想 中共国啊 他能不能 能不能不要那么low 对吧 你说你这么说个男的也就算 你这么去说个女的 那岂不是 只能说中共国确实把他自己的这个low啊 就是放 都已经放到这个全世界 但是可见 菲律宾为什么 他们当时要赶快要去抹黑 这个爱丽丝锅这个形象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爱丽丝锅 他一旦被捕回去了之后啊 肯定会交代 很多中共国在菲律宾的这个事情 所以说啊 现在这个 如果说这个韩国在跟这个菲律宾合作的话 那就基本上意味着 现在这个整个这个东北亚东南亚 就已经连成一片 和台湾一起形成了对中共的 一个 一个 跟中共 我不能说是枷锁吧 但至少跟中国联盟呢 会至少形成一场非常 非常弃军力的对峙 对于这个问题 这个 林女士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像萨特奇刚刚这样子 不全 我觉得让我又在想到说 其实中共他其实真的是太会利用这些间谍 而且真的是不把间谍当一回事 就是看一看中关全球 其他也是 他的角色也是间谍的人 你看那个俄罗斯 他是这么样的去珍惜他的间谍 你看他都还会跟美国去谈条件 要来互换他自己的间谍 被美国扣留的话 或者是被其他国家扣留 他都会去出面的 可是你看像这个 埃子郭他身为间谍 他一定都是奉中共的指示 然后在菲律宾做这一些 比如说人口贩卖啊 或者是一些非法的这种黑道的这些活动 但是你看 当他被抓了 然后他也被迫就是要去认罪的时候 那个中共他就是把反而把他打的 就是完全是不当那么一回事 而且又去一直不断抹灰这个间谍 那这样子你要让这些为你卖命的这些特务 或者是隐蔽战线的这些特工 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呢 我觉得这个都是 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也为他们不止啊 就是你真正这么样为中共卖命 结果中共他只要是会危及到他的政权的 任何的这种事情他都可以否认 反而他还会到达你 然后还把这个藏物泼到你身上 那这个就是对 真的是让人家看清楚了 这个超无底线的这些政 这些执政的这些中共的官员 跟这些习共 所以当菲律宾 就是他能够去转化 就是让这个间谍渗透到菲律宾的这个 埃斯国他作为一个污点证人之外 然后也能够再跟其他的 其实除了南韩 他菲律宾也是跟日本再加强了 这个军事的战略合作的伙伴嘛 那这样子的转换 我相信一步一步的也跟澳大利亚 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都做相应的战略结盟 那这个都对整个印太地区的更加稳定 然后对打击中俄是有非常大的力道的 谢谢 好那关于这个韩国这方面的这个分享呢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那欢迎大家继续这个加入路德社会员节目 也希望大家对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多多的点赞分享 好再见